之後就會類似長這樣 這個home 所以待會可能你需要做的就是 把這個綠島機場的這個home 也把它轉移到其他的 包含就是南遼漁港 跟 這個 海參坪 跟那個朝日溫泉 然後呢分別就把它加這個home 這樣的好處就是以後你要回首頁的話 按一下就回首頁了 你就不用再上頁了 不然的話 假設你一直跳跳跳 這個地方沒有的話 變成你就要上頁了 相對比較麻煩 那當然如果你要把 這個每一個都加的話 其實也很簡單嘛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就一樣點選這邊 然後把這個底下的這一個連結複製到 其他地方去 不過 我比較建議 就是說呢你要複製的話 建議是從 左邊這邊複製 因為你從右邊這個複製貼過來有時候會 有時候會錯掉 有時候會發生狀況 OK所以我建議 怎麼複製比較簡單 一 你可以先找到你現在 剛剛寫的這一段有沒有 他的開頭一定是 AHREF 就超連結的開頭 結束的話一定是 結束A 就這一串 OK 也就是說你就把這一串 特別是 選的時候 不要選多也不要選少 反正就選 這個範圍 然後把它複製一下 Ctrl C也可以 記得這裡到這裡 A到A 斜線可以 然後貼到哪裡呢 你可以點選南寮渝港 他這個時候 這邊點擊有沒有 他會跳 跳到這個的位置的這裡 但是並不是貼到這裡 應該是貼到他的右邊 這個地方 所以你再把游標 點選到這裡 把它貼上就可以了 OK所以 點這邊一下 然後再點這裡 OK把它貼上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邊的話 記得貼這邊這個位置 不要貼 貼錯位置 因為錯的要的話 基本上一定會出問題 底下的話一樣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一樣點這裡 然後再點 斜線H1 的 右邊這裡 然後把它貼上 OK 然後一樣的 方式 朝日溫泉 然後再點這邊 把它貼上 好 這樣我們 所有的那個按鈕都出現了 看一下 那尿域港 有了 可不可以回得去 可以回得去 這個可不可以回得去 這應該沒問題 OK 那這邊可不可以回得去 也有了 OK 所以你會發現 每一個都可以回首頁 感覺這樣子 OK 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還要做什麼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 能夠在這一個 我剛剛有跟各位講過 我希望能夠在 這邊怎麼樣 他的右邊這邊 再做一個 箭頭向下 表示說呢 他可以向下瀏覽 那這個也可以向下瀏覽 有沒有 意思說 他可以 往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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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到這裡 再回到這裡 然後再 一圈 所以 等於是一個 那也就是說呢 這個是 Page1 Page1 這邊箭頭是 到Page2 這邊的話 Page3 這邊Page4 Page4之後的話 就Page1 一直在推 可以一直循環 所以這樣的話感覺 瀏覽還蠻 應該是還蠻貼心的 因為每一個 如果你的頁面多的話 就可以下一頁下一頁下一頁的觀看 其實還蠻方便的 那只是說要怎麼再增加 剛剛講的這個頁面 OK 首先的話第1個 我們一樣切到即時 這個把它即時點掉 然後呢 請特別注意 一樣綠島機場的home home的右邊 OK 特別注意 優標已經放在右邊 請你在右邊這邊 看一下應該是 在這一個 剛剛複製的這個的右邊 等於是 斜線A 然後大於的 右邊這個地方 主要是 其實理論上你點這邊應該也OK 應該不用動 然後再來做什麼呢 你就輸入那個 應該是 Page 2 所以Page 2 Enter 好 那當然你現在如果把 有個NAS 把他即時一下 看一下 遇到機場 有沒有發現NAS出現了 可不可以下一頁到南鳥魚港 可以 OK 所以 再來的話 我們一樣 這個地方 NAS 還是跟剛剛的那個 home的問題一樣 他怎麼樣呢 我希望不要是一個文字 而是要一個箭頭 所以 特別就是 把 跟剛剛home一樣 把它改成icon 然後並且 把這個 文字 去掉 做法上怎麼做 其實跟剛剛蠻類似的 我們把機時點掉一下 1一樣是找到那個NAS 2的話呢 一樣是找到右邊的資料標籤 找到ICON 那你就找到那個 箭頭向下的 箭頭向下應該是第二個 喔 這個 D的話指的是 DOWN的意思 向下 那這個是LAPS 這是R是RIGHT U的話是UP 是向上 所以我們選擇這個D 箭頭向下這個 OK點擊它 第二個 好 那另外的話呢 也把那個 我們的字拿掉 NAS 那幾個字拿掉的話 那是什麼 NOTES 所以其實 做法都跟剛剛蠻像的 那最後的話 我們把它即時一下 那再 衝 綠島機場一下 有沒有發現 這個HOME有了 這個NAS也有了 按一下 跳過來了 有沒有 那其他也是 同樣的道理 如果NAS做完之後 請你把這個NAS 複製到這邊來 南寮渝港 海參坪 然後 昭日溫泉等等的 那我們就是 把這個地方 複製 複製的話 那特別說 我建議是這樣 這樣複製貼過來 很像 很像 容易做錯 所以我是建議還是點選 NAS 然後你看一下 他的NAS 呢 一樣是 從哪裡呢 從這個 A HREF 到 結束 A的這個範圍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下方就可以了 特別說這個蠻容易做錯的 有沒有 上面這一段是剛剛的HOME 下面這一段長得還蠻像的 那它是NAS 所以把它複製一下 貼的話呢 貼哪裡呢 貼南寮渝港 你可以點HOME這邊 其實基本上就是點擊這個位置 把它貼上就可以 貼上 不對 Ctrl Z 因為貼東西怪怪的 複製喔 再一次喔 點這邊 然後複製的話記得喔 從這邊 到這裡 看得出來喔 A 小於A HREF 到 斜線A 大於的這個範圍 然後複製 貼的話貼到南寮渝港的同樣位置 這個是 HOME的位置 HOME的後面 這邊貼上 這樣OK 貼上 貼完之後的話可能要檢查一個地方 哪個地方呢 AHREF就是超連結 連到剛剛是Page2 可是如果你現在 已經到Page2了 那如果你還在Page2的話 那它一定會 就不會動 所以 請你把它改多少 Page下一頁 Page3 OK 那一樣的道理喔 再到下一個 下一個是這個 然後把它點一下 那一樣怎麼樣 把它 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它的後面這裡 貼上 然後把這邊改成Page3 Page4 OK然後一樣下一個 朝日溫泉的HOME後面 點一下 然後在這邊的話 一樣把它貼上 Page的話呢就把它改成Page1 好 這樣的話應該就大功告成 我們來看一下 把它save一下 Ctrl S 好 儲存之後的話呢 及時看一下 所以我要的效果是 綠島機場 然後這個下一頁 它可以跳下一頁 也有 在下一頁 也有 在下一頁 也有 在下一頁的話就Page1了 對 也有 OK所以就一個循環了 有沒有 它就在這個地方循環了 其實這個當然除了說放文字之外 可以放圖啊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想要一個相簿 這個App也可以做一個 一個App的相簿 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要怎麼做 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再把重點回顧一下 1 就是HOME的部分 做完之後請你把它 全部貼到底下 它一定是A開頭 小於A 斜線A這個範圍 然後2的話就是在 後面加NAS 然後做超連結 連結到Page2 並且做一樣的動作 把它改成箭頭向下 然後沒有ICON 並且把這一段呢再複製到 它的底下去就可以 至於 這一段跟這一段 如果你假設沒有把握的話 其實我雲端上面 印象中好像有在這邊有把它複製過來 好像放在第幾頁呢 這邊的話 在這裡 這個是剛剛HOME的部分 這個是NAS的部分 OK 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Fields endurance savior 好 靠 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